非常热情洋溢的这样一个祝福 下面我们有请我们上播讲坛的倡议人 我们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 汤诗鹏女士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 新民晚报的各位领导 还有我们各位市民朋友 以及我们管理的部分的员工 大家晚上好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在这微寒的夜晚 来到上海博物馆一个温暖的所在 参加上海博物馆和新民晚报 联合举办的这个上博讲坛 今天是第一讲 待会我们成功的管 员馆长会给大家做精彩的这个讲座 博物馆的是思想文化的这个灯塔 那么我们的专家和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这里以自己的心情和努力 让这座宝塔散发出智慧和迷人的光彩 大家看到这样的画面 我就联想到这是一座思想和文化的这个灯塔 那么新民晚报呢 是一池秉持 飞路寻常百姓家这样的办报宗旨 那么我们两家的共同合伴 将就是希望打造一个独特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让我们上博的专家 围绕着博物馆的知识 交流 学术交流 特别展览 国务馆 奇趣等等 围绕这些知识和广大的市民朋友进行分享 从而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那么在这里呢 要特别感谢新民晚报领导的大力支持 也特别要感谢我们在座的各位高级专家 对我们这个活动的支持 在后续呢 我们馆里也还会有很多的专家 加入到我们上博讲坛专家的行列中来 那么我们也希望上博讲坛越办越好 接触硕博 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 能够走入上海博物馆 让古代文明的智慧 道歉未来 我们人类的未来 以及我们大家的未来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在这相聚一堂 共同见证我们上海讲坛的历史性的一刻 所以有请我们的来宾 嘉宾 我们的新民晚报社的朱总 我们的严总 我们上海博物馆的汤士芬书记 和我们上海博物馆的各位资深专家 一起上台 我们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活动 让我们共同见证上海博物馆 上海讲坛的节目 有请 有请 请往后手靠近一下 好 准备我们大幕即将开始 好 我们上博讲台 政治节目 请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在台上可以 谢谢大家 请 请出座 那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我们上博讲台的首讲 我们有请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国家文武建立委员会委员 中国古陶茨学会副会长陈克伦先生 为我们开讲 他的演讲的题目是 博物馆与收藏家 请大家掌声欢迎 在这里可能很多人对我们陈克伦先生 已经非常熟悉了 我想在这里面还在简单介绍一下 陈克伦先生 因为陈克伦先生在文物界 考古界和博物馆 这上面都有系统的研究 在我们国内外学术界 博物馆界都有较高的声望 他在2000年到2015年 曾经担务我们上海博物馆的副馆长 1998年 曾经获得法国总统希拉克 在总统府颁发的 法南西国家公勋 骑士勋章 2012年也获得了中国国务院颁发的 为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证书 我们上海博物馆的发展和历来各界人士的支持密不可分 陈克伦先生在上博讲坛 首讲选择了一个博物馆与收藏家的这个话题 从上海博物馆的朋友们谈起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 寒意见龙的深秋能够从他的演讲中感受到 人文的这样一个关怀 下面有请我们 陈克兰先生开讲 请大家再次掌声欢迎 谢谢陈团长的那个介绍 有点言国启示 没那么好 我们首先讲博物馆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把博物馆都看作是公益性的社会文化机构 那么既然是公益性的 可以有政府的支持 但是主要是依靠社会的支柱 社会的帮助 那么上海博物馆从它成立开始 就一直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 我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些故事 这些故事蛮有趣的 希望各位特别在座的 能不能把这个精神啊 就是今后也要弘扬下去 因为帮助博物馆是每一个市民 我觉得是很光荣的事情 在国外都是这样的 如果能给博物馆提供帮助 他们觉得非常的光彩 分几个阶段 一个是在上海博物馆事业初创阶段 比如说我们上海博物馆 是1952年成立的 实际上在上海博物馆成立以前 就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帮助 收藏家是博物馆的顾问 充分以礼相待 他们就呼吁上海博物馆 上海应该有一个像样的博物馆 在上海博物馆成长发展时期 收藏家是博物馆的朋友 大家互相之间赤诚相待 互相尊重 互相帮承 以实际活动 取得收藏家的信任 我们可以举行各种活动 互动的 他们可以到博物馆来 我们可以到收藏家里去 所以这些活动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在上海博物馆 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 是收藏家朋友伸出手来 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博物馆不能伸手要求 靠的是友情和信任 因为上海博物馆有个规矩 绝不开口跟朋友要文物要钱 所有的捐赠 无论是钱还是我们 都是朋友们主动 特别在我们这个新管 建管的那个时候 我们那是90年代初 那时候国家还比较困难 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朋友的帮助 这在中国国内 也是唯一的一家 我们的建设经费的很大一块 是朋友们提供的 对于曾经给过 博物馆帮助的收藏家 博物馆一定不能忘记 要把他们当作自己 来给予关心和帮助 使他们有一种 博物馆是自家人的感觉 这是一直到今天 我们还这么做 所以我们互相之间 建立的互信的这么一个氛围 是非常非常值得珍惜的 这是一个银行家 胡辉春 1949年9月 聘为上海市文管会委员 因为当时上海刚刚解放 上海我记得 那个时候上海政府机构都还没健全的时候 上海就成立了一个叫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后来51年就改名为 文物保管委员会 这是陈一市长立足 要在上海把文物保护好 成立这么一个机构 他呢就是第一批的委员之一 当时有八个委员 都是受藏家 就是他主动提出来 上海应该有自己的像样的博物馆 因为过去有个上海市博物馆 实在是太不像样 所以上海博物馆 并不是在上海市博物馆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 我们是1952年10月成立的 所以我们的历史 不追溯到以前的上海市博物馆 因为互相之间关系并不大 这是他们夫妇两个 为什么要突出介绍他们呢 很漂亮 他后来51年以后 他到香港去 他的父亲是非常有名的银行家 曾经担任过上海交通银行的董事长 后来的有一个中国最重要的外汇银行 叫中南银行是董事长 后来被日本人打死了 他坐飞机到重庆去 被日本的飞机打下来 打下来的时候他还活着 结果飞机俯冲把他打死 他的追导会 毛泽东 蒋介石都发了宴典 这是他的儿子 他唯一的儿子 就继承了他的事业 但是这个儿子有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嗜好 就喜欢自己 他说他在实际上花的时间 比他在银行工作的时间更多 这是很有名的一对 家境五彩的鱼藻文贯 后面一对是家境青花的英习文贯 当中一个是乾隆的 一个天秋平 是九陶 陶富文的 都非常著名 这要讲个故事 周总理在五一年的电报上就提到了他 马副主任 并王延秋副局长 马亨院长 故宫伯院院长 并告伯父主任 那是国务院办公厅的副主任 不一波南行长 是中国人民银行 当时的行长叫南汉成 同意勾回王献之之中秋帖 将王寻伯远帖 为续派负责人员及事者 前往监密征委 并需经过我方 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 查明误主 郭昭君有无 额骗或高台压价之时 以保证两铁能够顺利勾回 所需 价款 确速 可由我方在港银行 与中南 胡惠村 及国昭君 当年上订 并电 北京 电竞批准或电付 在中秋铁 及伯远铁 用入国金后 不还 中南 1951年11月5号 这两个铁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乾隆皇帝在养心殿 西南暖哥里面有个书房叫三西堂 这就其中两个铁 还有一些就是王熙之的石勤快 石勤快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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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王熙之 王献之 王寻 祖生三代 三个铁就在那个小黄子里 刚才我准备了个照片 但是没有在这上面 我把养心殿的照片 还有三星堂的照片 我都弄了 但是这是我的老的版本 当中就提到了 胡惠春 当时有它垫付的 到了以后 52年53年时候 又有一批 流失在香港的 比如说五牛图 比如说 韩山夜宴图 有一批大批东西 也通过胡惠春 它严严银行的嘛 就是溥仪抵押给严严银行 到期了 严严银行要卖了 然后呢 我们知道了 就通过胡惠春 跟严严银行去担保 然后请他不要卖 再把这笔东西 抢就回来 这个 我查了一下档案 这两个 那么珍贵的两个铁 当时是多少价钱 三十五万港币 那当时港币很大 当时也没现在那么多 这是他做的非常大的贡献 他非常喜欢瓷器 这一对是 他最喜欢的一对 康熙的姜豆绿 一般是姜豆红 上面有绿斑点 它是姜豆绿 上面有红的斑点 这一对硬核 是在乾隆的书房里面 直接用的 他花了很多钱 才把它收到 这两件东西 先借给了我们上海博物馆 我们准备拿出来陈列 他到了香港以后 就团结了一批香港的收藏家 1960年就组成了一个闽球金舍 一个收藏家的团体 有很多规定 第一 古董商不能进来 一定是真的收藏家 第二 爆发户不能进来 一定是要有根底的 第三 女人不能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收藏家 把跳舞的舞女带进来 他看得很讨厌 就所有女人都不能进来 规定呢 因为他是会长 后来这个规定 还是有变化的 这是他们成立时候的照片 30年以后的照片 这个组织现在还在 我们上海博物馆的图书馆 就叫敏球图书馆 也就是通过敏球金舍 当时赞助我们30万美金 我们来进行装修的 所以我们跟他们的 好与好关系都是很长的 我们凡是捐文物给我们的 我们在我们的博物馆的墙上 南墙上都有标识 也表示感谢 1950年 第二个就是胡慧尊 当时50年 他当时捐了 明清官要瓷器268件 不代表 89年 他委托他的女婿 又跟我们捐了 留在上海的76件瓷器 所以我们新馆建了以后 就有一个 以他收藏的 唐明命名的一个馆 我们叫赞德洛陶瓷馆 就把他的收藏 全部拿出来的 这是一个嘉靖清花的 打钢 也是乾隆的窦青的打罐 非常大 体量都非常大 一对 一对 乾隆的百路尊 一个是赚心瓶 乾隆的赚心瓶 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军瑶的初级尊 这个东西 传世至今的东西都很少 就是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 有这么几个 其他的都很少很少 这是一个 我们刚刚开的一个 数字级中期的 空白期的清华的打罐 也是非常漂亮 赞德洛陶瓷馆 因为我们上海博物馆 凡是对我们博物馆 有重大贡献的 我们都会 用各种形式来 表达我们的谢意 赞德洛陶瓷馆 跟在我们陶瓷馆的后面 面积还可以 他捐的东西 应该一共三百多件 我们拿出来 差不多不到一半 进行展示 因为放不下 我们建这个新馆的时候 这个陶瓷馆的装修 还是由他的女儿出钱 当时因为我们经济上 比较困难 就是当中那个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斗金佑的打罐 一对百罗尊 一个都不得了 一对更是了 因为当时收藏家 非常讲究 成对成对的收藏 你比如说 一件东西五十块钱 一对就不是一百块钱 一对很可能就要三百四百 你看他都是一对的 打击瓶 很大的一个 口径五十多公分的 家境的黄底青花的那个 船是也非常爽 这是他的女婿 胡慧春 胡慧春的女婿 叫范继荣 边上他的女儿 他们两个呢 继承了胡先生的收藏 但是呢 他的女婿跟他的岳父 学了瓷器的鉴定 他觉得不能跟着他的岳父 走这个路子 他就另外 跟我们的马馆长 学青铜器 他有一段时间 因为他是IBM的高级工程师 然后呢 有一段时间在香港中文大学 担任工学院的院长 就在香港收集青铜器 这是他在北京 办他的青铜器展览的时候的照片 然后呢 他的青铜器 所以凡是我们上海博物馆说 这东西不错 他就送给我 这三件 是山西静铜墓地的东西 我们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 静铜墓地的顶 就是马馆长在香港看到的 然后当时没钱 他陪着马馆长 他买了以后就送 他就当时很便宜 十几万港币 被送给了 这是另外的 他收了一批 静铜墓地的东西 这几件是甘肃东面 陕西的西面 晴空大墓的 都是出土的文物 然后呢 他把这九件文物 全部捐给国家文物局 文化部给了他一个突出贡献奖 文化部部展也出来 当时全国正义的副主席出来 在北京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捐赠仪式 然后这批东西呢 当然我们上海博物馆很想要 但他捐给了北京我们不好说的话 然后呢 北京知道他的意思 北京有领导说给其他单位 文物局局长他说我们要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后来他在我们的授意之下呢 就写了封信给国家文物局局长 说我这个捐赠的东西啊 我希望能给上海博物馆 结果全部给了我们 这就是靠朋友 大家要交资金的朋友 最近他在 他用了很多很多钱来做一个科研的项目 他联合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我们上海博物馆 我们正在进行一个 很大规模的一个调研 既是调查又是研究 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马上要在美国出书 所有的费用都是他来 所以这方面呢 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来帮他 也是好事 北京故宫的院长 前后的院长 以前的山院长 现在的毛院长 都说这是天大的好事 只有他能够做两岸故宫 都可以一起参加的项目 如果我们主持肯定做不成 因为他以美国基金会的名义来说 所以做得非常好的事情 很漂亮的 在清宫地 都有名文 九件东西都有名文 上阳皮 有上阳名文的青铜器非常非常少 我们有一个上阳方生 是非常著名的 上阳的兵器大概有这么四五件 其中这一件是最大的 叫皮 实际上是一把短件 随身带的短件上面有名文 十六年大梁造 树长 央制造 湯厚自诸 大梁造和树长都是商鞅的官位 然后商鞅是特别做了这个件 据考证这是商鞅自用的 这是他收藏的兵器里面最珍贵的一件 他看我们有兴趣 就主动送给我们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位的收藏家 恐怕大家都比较熟悉 潘大鱼 我们的那个大客厅 是吧 都是他 实际上他是那个 军事大臣潘祖营的后代 潘祖营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潘祖营这个人 单传 而且单传传到当中啊 还不一定是自己亲生的 旁边过季的 比如说 那个潘大鱼的丈夫 他的丈夫 并不是潘祖营的第西的孙子 而是旁边过来 然后呢 他十六岁就嫁动了潘家 结婚不到一年 丈夫就死了 他就改姓 他原来姓丁 改姓潘 他把潘家的所有东西都集成了 大客厅大家知道啊 闽文 两百多个字 器物大 一方面 然后呢 闽文多 闽文的内容重要 又是一方面 一共有 两百九十个字 是 一八九零年 在陕西 扶风 任家称出土的 这鱼顶 大鱼顶 他的闽文 比那个大客厅还多 两百九十一个字 多了一个字 就那个闽文的内容来说呢 重要性基本相同 但是呢 大鱼顶 他讲到了 伤为什么灭亡的原因 他讲到了 是腐败 商人太喜欢喝酒了 他里面明确提到 商败的原因 那个大客厅呢 他记载的是 当时的一些 土地制度 比如说 他做了一件很 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呢 孝王 西州的孝王 就给他赏识 赏识多少东西 类似这样的 互相的经济关系 也非常重要 文化部 给他保奖 五一年就给他保奖 潘大利先生 家常 因为当中是看不清楚 我给他考证了一下 家常周代 于顶客顶 为祖国历史名气 六十年来 跌进冰险 保存无恙 京居 捐薪政府 公主人民 其爱护 民主文化遗产 及发扬 新爱国主义制精神 自看上家 特于包养 当时 他是刚刚 从苏州 迁居上海 他而且在捐赠 写给 华东军政委员会 的捐赠信里面 明确提到了 他希望 这两件东西 应该留在 应该留在 上海 所以呢 就给了上海 那是最重要的捐赠 到了1958年 北京成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 从上海博物馆 调走了 五百多件 最好的文物 其中包括了 玉顶 他一直怪我们 我是捐给上海的 你们为什么 把它送掉 因为他到北京去看 我们在大客厅 底下呢 写了他捐赠的名字 在北京大玉顶地下 没看到他的名字 他就觉得有点生气 那我们在他 一百岁的时候啊 这是当时 捐赠 五二年 拍的照片 他和他家人 虽然他没有后代 他的儿子 女儿都是过季的 当时他写了封信 捐了两个顶 我们给他奖金 多少奖金 你知道吗 两千万就笔 等于多少钱 两千人民币 他说我不要这个钱 我要送回 送还给国家 很了不起的 实际上并不 并不止 这些东西 他以后 陆陆续续 各种各样的文物 包括书画 捐给我们 有四百六十多钱 还捐给了 苏州博物馆 捐给了南京博物园 这是我们的大客顶 现在在展厅的情况 一百岁生日的时候 他是那个 1903年出生的 2003年 我们办了他一百岁的生日 我们出了这么一个图路 然后呢 把北京的鱼顶也借回来了 专门搞了一个特别展览 让他看到大客顶和大鱼顶 又 又重逢了 那多少年以后 58年一直到03年 非常隆重的寿宴 那么多小猴子 他很开心 他一直活到了103岁 他所有的 他晚年的所有的生活 是由我们上海国馆 一手包的 什么的飞行都是我们的 他晚年需要跟我们说 他说 他在苏州市有 两千多平米的房子 希望我们能够趋落实政策 我们想我们一个博物馆 人家政府怎么谈呢 就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他想回苏州去住 我们就问他 你想住在哪里 他想住在哪里 我们觉得他希望住在 那个地方我们买的房子 就请他住 这个房子产权就是他的 他去世的就是他的家人 我们就都关心他 因为像这些受伤家 对我们国家的贡献 实在太大 我们觉得应该做 当时我们曾经跟 中基总理 他当总理的时候 他在访问上 我们对报了 我们在上海国馆 的受伤家的工作 他对我们有指示 他说这些受伤家 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献给了国家 你们要代表国家 把他们养起来 然后我们就要 做总理的话 做了笔录 交给了政府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经费 政府是认可的 我们自己也没有钱 我们都是国家的钱 是吧 有总理的支持 我们就比较好做事 这是另外一个受伤家 李迎轩,秋毁 李迎轩跟我们的清代的 李鸿章 他的安慧人 安慧扣扣扣扣人 他跟李鸿章 是有亲戚关系的 他这里很低调 收藏青铜器 在市面上非常有名 但是我们上海博物馆的人 他四十年代就开始受激动机 然后到了五十年代初呢 我们那一些专家 比如说马馆长 要既是他很难碰到的 后来有一次碰到了 谈得很透气 大家就成了朋友 他到博物馆来看东西 我们到他家里去看东西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红卫兵吵架 他过去大概是属于房地产局的 就是过去是做房地产生意的 然后呢 红卫兵到他家里 砸了什么 听东西砸不坏 砸了他喜欢的西洋的瓷器 砸了满地都是 把他收藏的钱币 因为找的钱币很脆 半断 他觉得很心痛 马上就说我要打电话 他到另一个房间 打电话给上海购物 我所有的东西捐给你 然后我们就派人 把他所有的东西清点了 清点了一天一夜 我们做得很仔细 然后呢 据说装了两卡车 我估计那卡车不会太大 全部到了上海购物馆 我们作为代管 文化大革命以后 林轩先生在1971年就去世 他夫人觉得这个东西放在家里 我们东西要还给他吗 当时他房子已经没有了 他说我这个东西放哪去呢 那我们根据政策 按照政策 我们说79年 78年 79年 80年 这三年我们还东西还最多的 他说李先生去世以前说过 这东西交给国家是最放心的 他把所有的东西 我们拿到了一百五十多件 几年全部捐给我们 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看才六十多岁 六十一岁 真是非常可以 我们专门在我们的刊物上 介绍他的情况 这是一个匪页上 就这么想写 蛮有意思 这一件 后厨房顶 目前来看是唯一的一件 在北宋的 诸禄书里面都有的 也就是北宋 那个时候已经出土了 一直流传到今天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 都是有名文的 这件人非常 他记录东西 看上去话比一般 但是他的名文非常重要 他记录了就是 西州城王法五根叛乱之语 也就是西州初年 很重要的一个战语 他记录了 他的儿子李青 我叫你两个名字 这个叫李二白 在多人多 文革以后呢 他儿子帮他办了移民 在加拿大 住了六年 他不想住了 他还回来 他住不惯在那边 他的儿子 对他父亲的收藏 也非常有研究 在加拿大出版的书 而且怪罪他母亲 说你捐的时候 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这蛮麻烦的 后来呢 因为有几件 一般的东西啊 他都当时还留了几件 就是准备留给他儿子的 现在存在我们不问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能出口的 我到加拿大去顺便 我是另外的事情 我是因私取的 专门去找了他儿子 说这个东西还是你的 你什么时候来处理 因为你要带到加拿大 他都不可能 我们的法律是不允许的 这是九十多岁时候的邱惠 邱惠他从加拿大回来 没有房子住 我们想办法 就在威海路 帮他解决书房 然后的装修 保姆 他耳朵不好 买助听器 买空调 买电视机 都是我们 因为他从来没有工作过 他没有单位 没有劳保工资 一百岁 我们还跟他 做了百岁的寿宴 他有很多好朋友 他没事打麻将 他的朋友都是一些电影明星 比如王丹凤等等 都是他的好朋友 他们经常在一起玩的 然后呢 他儿子来不了 他儿子八十多岁了 去世以后 他是一百零二岁去世 都很长寿 去世以后呢 我们整个帮他后事办完了 把整个办后事的 所有的记录 包括东西 我们都留下了 还包括他的录像 照片 全部寄到加拿大去 给他儿子看 为这个事情 我又去了一次 见他儿子 问他 怎么办 他的骨灰还在拨 他说 能不能给他寄到加拿大 我们花了好多周则 才寄走 因为很多快递公司不收 后来要想想办法 还是要想办法 因为任何事情 你要尽心去做 一定有办法 把他寄到加拿大 老太太蛮有趣的 离我们博物馆不远 离我们新馆就更近了 就在 就在那个渭海路 重庆路步道 那个大路 原来怀剧团的那个地方 一个大路 刘金基 这赫赫有名的人 他是做棉杀审议 做纺织审议 解放以前 把所有的资产设备 到了香港 后来在那个周总理 在陈毅市场的感召之下 把所有的资金和设备 全部运用上 深一九产就是他的 面粉 纺织行业 所以呢 给他荣誉也很高 他担任过全国工商 这工商会员什么的主席 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那说起来是副国际领导 是吧 因为他收藏 他喜欢书画 当时他买书画有他的顾问 说的东西基本上都不错 那解放以后呢 他住的房子也很好嘛 然后呢 和我们的博物馆的关系也非常不错 他每个礼拜会画几张画出来 建商 把我们的一些专家会请去 所以一直是好朋友 你看 这谢志柳 在建商他的东西 这都是这些老照片 很珍贵啊 这老照片 这朱启璇在看到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 红冰进去了 因为他有一些瓷器 也有几件家具不多的 四画 他就心疼了 他说你们不要死 我所有东西给国家 然后呢 马上打电话叫上海博物馆 他东西比李宁圈的还多 光书画 差不多超过一千三百件 当时我们是几天几夜 帮他做清单 运回上海博物馆 有些坏的我们帮他重新装裱 做布套 管得很好 文化大革命 原封不动 不动 全部返回 他感动了 大家知道 那个 我们的 靖老 他是白手起家 从长州到上海 所以呢 他生活非常节俭 他有九个孩子 都是一个太太生 然后呢 然后呢 有这么个传说 他到 玉佛市区 口袋里从来不超过五五块钱 他就怕 和尚照他捐钱 所以呢 很节俭的一个人 那么 他自己喜欢了 他就要买了很多东西 然后 他就不好意思 他说你们上海博物馆 帮我管得那么好 我怎么感谢你 我们不说怎么感谢 他说这样吧 你们冲过的长坯里面 挑了四十件 我捐了 那这些东西 都经过我们专家的眼 挑了四十件 他拿了四十件的清单 看了五分钟不说话 最后说了一句 你们 把我的眼珠子挖掉了 但是我们专家说 还漏了一件 有一件元代的 在城里市里 没有 都放进去 现在所有东西 都 都还给了他 但是现在非常非常可惜 为这个事情 我是 跟我们的 于真生主席 就我都显过信 所有的文物 在武康路99号 地下室 九个子女 意见不同意 现在九个子女 已经有人过世了 因为最大的姐姐 她前面六十女儿 后面三个是儿子 他们开家庭会 经常把我交去 因为她最大的儿子老七 是六三年 周总理特批 到国外去留学 她主张这些东西 全部交给上海博物 她最小的儿子 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官 就是她的子女里面 担任了国家审计署的副首长 她是坚决反对 所以他们两个电话 微信我都有 我都不回 怎么办呢 我就说 从保护文物的角度出发 我们把这笔东西接收下来 我们是带过的 还是带过的 那个 产权还属于你们 因为这个东西放在地下室里 已经放了二十多年了 要没掉要坏掉了 外面加了很多手 他们当子女 谁都不开 这个问题到现在没解决 都怕了 我们的各级领导都怕 我在这里说这话不合适了 我们看看她的好东西 宋代的书法 砍书 而且很干净很干净 这都是送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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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府 十封信表在一起 不久以前 在香港加斯德 两封信 卖了两亿五千万 我们这是十封信 赵孟府的 诸德仑的魂轮图 我就觉得 当时没有圆规 这个圆圈话 它真圆 很有名的 这是我们最好的一间东西厂 我们上次办东西厂展览 复制的就这一套 修行法系 非常非常干净 非常非常漂亮 一共有八开 也是它的 那是 江总书记当时当市长的时候 到上海不管来看 旁边是姚依林 又是一家 过云楼 苏州的过云楼 非常有名 它是收藏书画有好几代 年轻时候的 顾公雄和沈童玉 传到他们手里已经是第三代 第三代又四方 他们实际上拿到了所有的收藏的四分之一 顾公雄解放出去的取舍 所以呢 主要是沈童玉带他的子女 五十年代初和五十年代末分两次 捐了三百多件以明清书画为主 他这批书画奠定了我们上海博物馆 书画收藏的基础 解放前就变书了 过云楼 书画记十诀 这解放前出版 送为了翁的新书 送在赵盟府的收卷 他一次捐赠是五一年 另外一次是五九年 分两次 我们这里说了也没关系 因为他的子女 他不都已经去世了 沈童玉的子女也已经去世了 其中起最大作用的是他一个媳妇 在上海邮政局工作的一些 这个人起最大作用 因为他是地下岛 九格图 真是非常好 我这里挑了一些送源的东西 但他明清的东西也非常非常不错 这都是云品 悬门狮子同学 任何一件拿出来 你说是上海博物馆政管制宝都可以 人家老问上海博物馆政管制宝是什么 我们政管制宝多了 是吧 那么好的东西 蒋庄 五十年代 我们跟他办了一个 捐赠的展览 编赠的那个代言 敬意就是他这个媳妇 在上海有政局工作的媳妇 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好 在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他还有一个女儿 在长熟的 他的女婿时间地下长 这是我们这里新管开馆以后 就是我们的人民广场新管开馆以后 又捐赠了一次 又举行了一次他们的捐赠书法的回国展 当时把他的子女从全国各地 请到上海 询问他们的生活 觉得他们生活都一般 情况都一般 然后那是96年的时候 当时马管长王管长他们的决定 给他们每一房十万块钱 补贴生活 说起来真是非常感动 他们坚决不要 你看这样的人 现在真是难找 他们坚决不要 我们坚决给 最后还是给成功了 真是 我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就这么建立的 然后他们有一门 他们有一门在北京的 房子需要装修了 我们马上派人去了解金黄 因为他们都是工人阶层 我们就给他一些补贴 有一个在长属我们知道的 是没有子女的 一个女儿她的女婿 然后我们就委托长属市博物馆的馆长 帮我们照应他们生活 请两个保姆 凡是在医院里不能报销的费用 保姆的费用都是由我们来承担 因为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太大 我们觉得我们做得非常非常不够 汪国长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们任何一件东西 比如说书涛的 书涛的那个策页 哪一件出来卖掉 哪一件不是几百万的事情 是不是啊 所以要记住别人的恩情 特别是在上海博物馆 上海那个地方那么小 考古的所得是非常有限的 我是考古专业毕业的 在外地念书 当时想分回上海工作 上海博物馆的副馆的黄轩沛 积极地跟我跑 到人事局去申请 人事局跟国家人事部申请 当时给上海人事局的答复是 上海没有特殊的考古需求 我就认不得上 后来是去申请就国才回来 当时我们那一届考古专业 全国毕业六十个人 当时招得少啊 七七七八七招的人数非常少 杜玉山 谭章言 两个名人的后代 一是 大家知道杜玉生的二人 一是谭竞的女儿 谭竞也是收藏家 又是一个收藏家 我们这里说说 她女儿不在谭的 也是做假花的一把手 杜玉山 我们在老管的时候 他回来了一趟 他回来了一趟 我们那个房子 我们老管的房子 过去曾经是杜玉山的产业 他作为office 就是出租的 楼下是银行 所以当时我们 人事处的隔壁 就是个金孔 就很重的铁门啊 一个铁门就租给别人的保险箱啊 他就说我回来了 我要收你们房租 开玩笑 他说他有一批 四头之路的钱币 要捐给我们 那我们当然很开心咯 这个东西呢 过去仅仅是在新疆出租铺这么几枚 出来很少散泄出租铺 但是呢 成体的捐赠呢 根本没有可能 前两天我还给杜先生打电话 问他身体怎么样 他捐的分两次捐给我们 差不多有四千枚 金银币 这些东西现在是我们 可以说是全中国 是唯一的 收藏私路钱币那么多的博物馆 在全世界也是收藏私路钱币 非常多的博物馆之一 我们在 我们有个私路钱币的一个专管 他现在在多伦多城 身体非常非常不好 我前两天托人带了一本书给我 它是回忆录 口述的回忆录 里面讲到了和上海博物馆的关系 他是把丝绸之路沿线的所有国家 所有朝代的钱币 基本上收齐了 然后给我 这是很珍贵的一个 因为我不懂这个 这是差不多属于我们 公元前两世纪到公元四世纪 这么一个王朝的钱币 很多 我们都把它密封在那个有机玻璃的核子里 因为 隐蔽的话容易氧化 我们密封了以后往里面冲弹 就保护了 这边是最最珍贵的 唯一的一届 成吉思汗的金币 因为成吉思汗当时他占领的地方太大 我们老说我们都是当时中国多么伟大 把欧洲兜兜兜打下来了 他应该想一想我们是被蒙古打的 我们也是孩子 因为有一段时间 宋代和元代之间有一段空白 我们叫蒙古时代 所以呢 我们并不是多么光荣去占领了很多地方 很多汉国嘛 但是我们也是受害者之一 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家庭屠城啊 整个城都被杀光了 但是它有个好处 当然有时候有手艺的人不杀 对工匠不杀 这是那个 它的一个砖馆的门口 它里面 它也对我们很满意 我们对待它的收藏 我们发挥的作用 让大家看 现在一带一路 我们这个很吃香 很多不敢来跟我们借 它要办什么展览 我们的钱笔一放 那就一带一路 那也很多人会看 因为这东西太专业了 说了说我都不懂 给它很高的荣誉 当时直接给了它白蓝金奖 有市长在市政府 颁奖 当时汪关达还在 顾关达 我们陈关达已经在了 我很年轻嘛 五湖凡 我们曾经办过五湖凡的展览 是吧 著名的书画家 著名的收藏家 它的收藏 主要是两个来源 它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去世 很可惜 它曾经五十年代初 曾经一度 是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的候选人 后来被别人反对掉了 名单都报到了北京 当时上海花园的院长也是它 应该也是它 后来也没当到 它死的时候 在医院里袜子都没有 它的收藏主要两路 一路是他无价的收藏 他叫吴大臣 大家知道 是个收藏家 以收藏金属为主 也有书画 还有一个最重要是他的夫人 他的夫人 潘金属那一家 潘金属是潘总英的侄女 都是清代的大伙 他那一家传下来的书画是特别好 比如说四欧堂 欧阳巡的四个帖都在他 还有就是他自己的收藏 我们很多东西 是他自己也不是上带传下来的 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吴大臣的画像 这幅在我们这里 它里面画的青铜器是写实的 里面有几件我们博物馆收藏的 多金楼 是吴浦凡自己收藏的 给了我们 当然他给是有代价的 代价非常客气 因为我们经常收他的东西 汪馆馆说起这个故事 他说我到 到吴浦凡家里 帮他倒西郊水 汪馆馆当时是 我们的上海部馆馆馆 那个徐生玉的秘书 为了跟他交朋友 为了他能够想到要钱的时候 把东西给我们 就经常到他家里去跟他下棋 他曾经帮他倒过西郊水 这是非常有名的 那个怀 是那个谁啊 吓人头 记不住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 哦 米服的 米服的大资本 米服的小凯 小的行书多 大资本非常少 这个多金楼 多金楼在镇江 在这个画的前面 它是表层的彻叶 原来应该是个长卷 吴浦凡把多金楼画出来 配着上 多漂亮 表层的彻叶 而且有十几开 那真是不得了 十五开 你看多金楼 这是一开的两四行之师一开 一共有十五开 不得了 它的那个规模很大 鲁窑盘 我们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九件鲁窑 在全世界收藏鲁窑瓷器的博物馆里面排第三位 其中两个是吴浦凡给我们的 我们查了当时多少钱一个 五十年代 六千块钱 吴浦凡当时因为没有收入 那当时卖画也不太好 所以呢缺钱的时候 经常把他的东西就给了我们 这是最漂亮的一间盘 换个案 这个大家不太随 他主要是经营 纺织 也是无锡人 他跟那个做纺织的人大部分 都是无锡人 他收印章时间并不长 他五十年代初开始收明清的流派印 收了大概将近一百个方 最后呢全部给了我们 而且是捐赠无偿的捐赠给我 上海的民情流派印 可以说是占的 有这么个说法是半壁江山 主要就是他的贡献 西林八家很有名的 这是前辈 西林八家的前辈 文盆的印 光光的印 都是很珍贵很珍贵 所以我们专门有一个印章的展厅 前半部分是古印 后半部分就是明清流派印 除了印以外呢 他还收了很多手函 也就是信账 他也给了我们 我们对那个 他是83年把东西捐给我们的 实际上他本人 对上海伯伯的要求很少 几乎没有 我去参加过他的追导会 他夫人的追导会 他对上海伯没有什么要求 他觉得自己能够过下去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主动问 像这些重要的收藏家 我们过年过节都会有慰问 仅此而已 这个大家恐怕也不太熟悉 我75岁 实际上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学家 在美国留学的 30年代就在美国留学 然后呢 他从美国开始收藏 这是他的夫人 收藏中外钱笔 他主要是收藏在中国流通过的中外的金银币 近代的金银币 哪怕是外国的钱笔 只要在中国留通过他都收藏 他在30年代就编了这本书 然后呢 在40年代又在美国又出版的书 50年代初呢 在中国那个把它说翻成中文 然后50年代哪一年啊 因为他很有名的就建筑机构学家 然后呢 北京建设部就把他调到北京做总工程师 他把太太孩子全部带去 但是家还在上海 文化大革命当中 抄家 他所有的金银币到了上海部 文革结束以后 原本普通 一共四个箱子 这件事情他曾经跟古墨儿写过去 在文革以前 他说我有四盒子的钱 全部发货给他 他们就存在银行的保险柜 当时他已经去世了 他是七五年去世的 当时对他心里最不开心的一件事情 他到北京去带了200件金银币 最喜欢的带到北京 文革以后找不到 没有 抄家以后给谁都不知道 留在上海的一共是1885件 他的子女和他的太太决定 全部给上海部外 无常 我们可以讲你不要 因为他的子女都在北京 然后呢 他们提出一个要求 因为他的夫人从来没有工作 就没有劳务 当时有劳务 现在有医博 那么他的夫人 他妈妈的所有的医疗费 又上不承担 我们答应 捐文物是八三年 这是我们中国的钱 这是中国的钱 因为这个钱 大家知道研究钱的人 就知道版本 某一个地方出的 比如陕西出的 很可能五角就很珍贵 五块就不珍贵 这版本很重要 到袁世凯的红衔 那个太那个了 太少了 因为 这是样笔 应该是 准备做钱 再做了样子 红衔一共一年都不到 董一新是他的夫人 我们给了他保奖状 最边上这个是他的儿子 是故宫博院的一个悲铁的专家 拿着那个保奖状的是女儿 他的母亲 住在北京医院外边病房 我们负责了他十年的医疗费 每三月结账一次 都是好几十万 我们说了就算数 我们陈馆长 当中那个是国家文物局的副局长 他编上一个是我们原来的副馆长 也就是李朝元 在病房给他看保奖状 他妈妈 那病程很长 但再长我们答应了 我们都做得到 谭静 就是刚才谭端岩的父亲 尽管 他的名称在外有好有坏 比如说 我们的张忠玉 也是非常有名的书画界定家 过去也有很多收藏 因为他用钱比较多 把他的家都把他败掉了 但是他的眼光谁都赶不上 五十多岁就去死了 他就说 他当时一解放就到了北京 然后他跟所有的专家说 只要谭家留出来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关照 一个是有重要的东西 第二个 有可能是假东西 要特别关照 他对我们的贡献呢 是非常特别的 战国的时候 齐国有三贱 亮起 那就今天的 称啊抖啊怎么的 是吧 叫齐亮三起 这子和子福 陈存福 左官和 最有名的三贱 其中两贱是他捐给我们的 无偿捐给我们的 这是齐国留下的 最重要的历史文明 很可惜 现在我们只有两贱了 为什么呢 一贱给五八年给北京调取 现在是过去不过 本来我现在是齐亮三起 我们是齐的 现在不齐了 就是我们介绍谈定主要是这方面的工艺 因为这个故事很多了 看看时间啊 还有二十分钟 这件是我们买的 前面两件他捐给 而且当中捐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收藏家 也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学家 也是一个考古学家 古文字学家 陈蒙家 当时做了很多工作 陈蒙家的故事 我等到贵家 旁来城 凡是经过旁来城 收藏过的东西 都是好东西 因为他是收藏界的第一号人物 他49年去世 他的一批东西 好的东西 经过个人辗转到了我们上海博物 当然不是捐赠 但是呢 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捐赠 是通过他的儿子捐给我 清别隐居图是王门 第一号王门 最好的一件 这是唐家出来的 一战的 与章修集图 都是我们 我们那个 我们的书画收藏里面 最重要的 藏品之一 前选的福亦三军 都是元代 这件 北宋的 祝克罗的科斯 连堂鲁鸭 这是目前来看 最大的一件科斯 由他的儿子 庞丙里卷走 刚才我们看到 五十年代捐赠的第一名 就是庞丙里 第二名是那胡辉村 他儿子 是不是受到 他父亲的 意思啊 遗嘱啊 这件东西要捐给我 这件东西 对我们上海博物馆 是件特产品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丝绸 很容易 不太容易保存 所以呢 我们不经常拿出来 沾染 能看到这件东西的人 很熟 而且它的尺寸 在宋代科斯里面 是最大的 旁边里要看到了 好了 下面讲我们的家具馆 大家知道 收藏家具 当时五十年代 在北京有两个人 收藏家具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个是 王思祥 大家听说过啊 他在香港出了 那个 名词家具研究 名词家具 那个 选崔啊 什么的 出过两套书 是他的八十件的 所谓的名词家具 名词家具 不一定是明代 然后呢 当时王思祥的 还有一位 就是陈梦家 他们俩很有意思 因为当时 北京有很多机会 收藏到紫檀 还有黄花梨的家具 为什么呢 一些有钱人啊 都跑了 或者都没落 把东西就买出来 卖的价钱也不高 他们甚至跑到 苏州去收那个家具 苏州在这儿 过去有很多大人家 过去的传统的大人家 苏州恐怕比上海更多 上海都是工商业者 都是后来发财的 而苏州呢 都是一些四川 他们会跑到苏州收 在北京收 他们两个互相还竞争 有很多故事 什么陈梦家收的东西 王思祥跑到家里 扛着就走 你这个必须给我 两人就吵 都是朋友之间的吵 王思祥这个人 有点不太讲道理的 为什么呢 他后来被故宫开除了 有这么一个经历 有这么一段历史 他一直非常 愤愤不停 愤愤不平 怎么把我开除了 后来他跑到了 中国历史研究院 王志强 王志强改得上 没有钱 找到了我们的朋友 壮贵儿 他说我把我收藏的家具给你 你给我钱 当时这个交易呢 通过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规定 你可以收购它 但是不能拿出货金 张贵林就说不会的 他会送给上海 因为他是宁波人 但是这是他的父亲 和他的叔叔的名字 是在上海开船厂起家的 究竟他们的交易多少钱 我们上海不玩不玩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现在有很多传说 有多少玩 多少玩美金 我们都不管 后来王志强就 就买了房子 买了新的房子 我们去办家具 我们当时派了几个人 到北京去办家具 王志强就说了 你们把我家具搬走了 我用什么 后来我们的人 要回来 怎么办 后来王国大叔 让他到北京市去挑 他看守着家具 我们就买了送给他 他挑什么 我们买了 买了送给他 就是整个过程 是非常坎坷的 为什么呢 北京市知道了这一辈家具要走 非常着急 所以我们请了部队的卡车帮忙 连夜运输北京车 这是很帮忙 到了天津再转火车 最好是火车运回来的 这有点像地下工作 后来我们有一位同事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就吃过王思强的一碗面 在他家门口吃了一碗炸酱面 他出来不请客 王思强很为烧菜 他没有夫妻想用他的 这个当中那个床是我们买的 跟王思强没关系啊 跟那个庄客人没关系 这一批都是他的 还有我们有一趟课堂 这个桌子是他的 还有一个 我们有一趟子坛的课堂的家具 那是他的 那六把金星子坛的 四把金星子坛的椅子 非常非常漂亮 当时你看我们的那个 公书记很年轻啊 也给他了那个很高的荣誉 他那本书记录了八十件 他给了我们七十九件 因为另外有一件 胡床 胡床是什么 就是折凳子 小凳子 胡床 他送给了朋友 后来他把 那一件 黄丞翔把那一件 送给朋友的胡床 要回来了 寄给我们 算是他捐赠的 他这八十件就齐了 这是赵贵人 今年刚刚取世 我们跟他关系非常非常好 他有什么事情 我们都帮忙 搬家 什么找房子啊 他现在还有减多 你在我们这里 他的儿子要拿去拍卖 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陈某家 太有名了 是不是啊 陈某家 年轻的时候是个私人 绍兴人 但是呢 长期不在绍兴生活 三十年代以后 他就专业古文字 古文字就跟考古相关 他编过 甲骨的书 后来他到美国去 不是去留学 是去讲课 他把美国 北美地区的青铜区 中国的青铜区 全部调查了一遍 回来出了一本书 因为五十年代了 这本书的名称就是 美帝国主义怎么掠夺我们的青铜区的母 这本书很有名 后来重版了 最近重版了以后 美帝国主义就没有了 就是美国了 这个资料性非常强 这个人也长得很帅 这是他的 陈某家 赵罗瑞 这是很难念哦 很有文化的 好像很有文化的样子 他两个都是 一个是 都是财 一个是财子 一个是财女 都非常有财 然后呢 他跟我们的关系 非常非常好 陈某家文革 以前曾经说过 我收藏的东西 只要你们看得上的 我就给你们 因为他们有子女 他捐了六五年 捐了两年 青铜区给我们 就写了封信 给徐生玉和沈志玉 沈志玉我们老馆子 徐生玉也是我们老馆子 他说给你们 你们可以研究 也可以做陈列 他的家具 当时他有四十间家具 说要捐给我们 陈某家是在文革当中自杀的 六六年就自杀 因为他受不了 没有纸巾的斗 然后呢 他的太太 文革刚刚结束 就写了封信给上海伯伯 说陈先生有交代 说陈先生有交代 他的家具要捐给我们 然后这都是他的家具 然后我们上海不管是这样的 你写信一来 我们不会马上处理 因为老馆一家 让人家说 做得一切合合 跟养殖那一刻 就是我们就等待他进一步的动作 然后呢 有一天他就 突然就来封信 他说这个捐赠性 我能收回吗 他说情况有变化 收回我们就知道 他另外有意思 后来他去世 他所有的财产 就为了给他的地 就是陈孟家的内地 然后呢 我们打听到 他内地要把这些家具卖给 我们就和他内地商量 能不能卖给上海伯伯 后来我们就挑了其中的26件 当时花了千万人 当时蛮大的 现在看来就不大 26件才花一千万 买下来 当时我们自主权买 买的大 菲律宾著名的侨领 张万里 他过去是不好收藏的 然后呢 抗战的时候 他跑到沙海关 想看沙海关上那个扁 沙海关三个字 然后呢 没有看到 他问别人 那个扁呢 他说被日本人拿走 非常气愤 因为他在菲律宾做很多生意 开了很多中文学校 然后菲律宾也曾经被日本占领过 他就在全世界各地收中国的花 他不懂 收了我想想看 收了大概有五六百件 然后呢 他去世了 他的女儿和儿子呢 跟上一波根本就不认识 想把这些东西啊 父亲这收藏能够有好的归属 然后找了台北故宫 台北故宫好像不太看得起他们 找了北京故宫 好像也没有结果 他们是福建泉州人 他的女儿喜欢古陶瓷 孙王八蛋跟我们很好 然后呢 他想捐回福建省博物馆 福建省博物馆 搞古陶瓷的那个专家 跟他说 你千万不要捐给我们 你到我们展地去看看 展地里 展柜里全是灰尘 这原话 然后呢 他跟浙江的朱布谦特别好 他说要不要捐给浙江 朱布谦说 你还是捐给上海 他就跟我们谈 那我们当然很开心 但是不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上海博物馆并不是说 别人要捐东西我们都要 我们非常讲究就是 怎么的 长保愚民 我们有的东西 我们就不一定再要 把什么东西都放在博物馆 不是个好事情 然后呢 我们就派了两个专家 两次到菲律宾 去看他所有所掌 前后挑了254件 他在600多件里面 挑了254件 这些东西 他主要是明清人 然后呢 他说希望能有宋代 没有宋代我们不能编嘛 正好派卖行有一件宋代的手卷 是三岁 但是呢 没有名 宋代的花很多是没有名的 他的花的上半部啊 被火烧货 很便宜 当时是花了60万美金 哦 没有没有没有 当时花了11万美金 买下来 他说他出现了 那回来以后 我们把他修了 把火烧的横架 修掉了 那么他捐给我们的书画 就是从宋代到清代 不到清代了 到静代 现在看来啊 他的东西真是非常不错 你到我们展厅去看 我们上面有一个小房间是荒唐的东西 叫两头轩 里面有一些我看 今天谁都拿不出来 七白石画的七个大公斤 七白石画小鱼小虾很多 画公斤很少 我们有机会 也经常去会 跟他继续交往 他还留下的那些 过去辽宁省部 管他洋人台说 上海不管挑战一下的 我们都要 结果他没给 我去过一次菲律宾 我说你给了 没给 没给就好 我们不能说 技术给我们 我们已经拿很多了 而把他最好的都挑走 这就是 周万里的故事 这件就是我们 买的 用十一万美金买的那一件 上半部呢 曾经烧过 我们把烧的裁掉 这个蛮好的 这一个杜景的四条瓶 是他捐的里面比较好的 琴棋书画 我们这个还做了文创产品 做了翅板画 也很受欢迎 这是庄万里的儿子 庄常家 今年应该快九十了八十多 他的女儿 庄良有 是喜欢吃青的 跟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在菲律宾 光中文学校就开了大概五六家 就是华人子弟可以在里面免费学中文 真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 这四条 香港的一个开电厂的一个实业家 过去我们不认识 也通过朋友 他是因为他是敏球的嘛 敏球的收藏家 大部分都可以跟我们交朋友 他收藏的青花瓷器 全世界有 天明楼 大家可能还都知道 有过收藏的人都会知道 天明楼 收藏的圆青花 圆青花的玉湖村 宣德的知乎 成画的青花瓷器 外都有画 现在这个东西拿出来 都是一两亿的东西 他的东西呢 没有一线在我们上海博博 但是呢 我们还给了他一个荣誉 葛四俏展览 为什么呢 葛先生 当时到上海来看东西 他要看什么 我们就给他看什么 无所谓 大家互相之间切磋 他最后一次看 他已经得了脑癌 坐了轮椅来 我们还在劳管 我们是热情招待 然后他的临去世以前 告诉他们的子女 他有儿子有女儿 他说今后只要上海 不管遇到困难 你们要提供帮助 然后我们要建新馆了嘛 这消息传出去 他的儿子就打电话来 他一个大儿子从大陆回去 到香港去 他说 我们捐六十五万美金 给上海博博 快手没有查你们自己 所以我们把一楼最大展厅 就给了他 叫葛四俏展展厅 这个是基金会权 总共权 我们根本就没有 跟他要钱 徐展堂给了一百万美金 徐展堂是我们海外 募捐的主席 当时他已经很困难了 他一百万美金是 分了四次给我 当时他搞 新中港 跟我们大陆一起搞 新中港集团失败了 四大房贷学员 也是主动给我们 梁球居 三百万港币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他是 何良何利基金会的 其中一个 何良何利基金会 是每个人拿出一个亿 奖励我们中国的科技人才 每两年搬家一次 得奖的是每人一百万 梁球居他是 恒生银行的股东 然后呢 他的女儿知道我们 然后呢 他的女儿喜欢画画 知道我们 但是还不熟 但是他女儿的一个朋友 就缠着梁先生 他说 上海博物馆监管 没有钱 你怎么样 你给 那梁先生说给多少 他生成了五 他说能不能给五百万 结果他给三百万 所以说梁先生根本就不认识我 都是靠朋友这样互相 据说这三百万 花了五分钟就搞定 因为他心情好的时候 所以上海博物馆呢 每一笔来的钱都有故事 蛮好玩的 这个对比大家知道啊 很有名的对比 用正的 是吧 这样我们暂停 而且他说了 这个片必须放在这里 不准搬动 哪里都不能去 就放在二楼我们的豹尘馆 这我们都答应人家的 张永珍博士 是张忠贤的妹妹 当时他在飞机上 看到报纸上报道 有这么一个频道拍摊 他当时是花了四千多万港币 相当于五百五十万美金 把他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呢 就放在保险 银行的保险箱里放了两年 然后告诉他哥哥 他说这些东西 我要借给上海 他哥哥跟我们说 他说你要想好了 那我想好了 他哥哥就跟人光环地打电话 那我 因为这个东西 拍卖以前都上海来过 当时顾价是两千万 他说我们上海外没那么多钱 我们也曾经想要 因为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东西 而且是孤贫 然后呢 汪官长当时很开心 汪官长说 不能 因为这个人我们不熟 我们不能等 然后呢 就带了一个助手 到了香港 到了他家里 他就说给你拿个走 拿 没有盒子拿包子一包就走 要写个收条 他不用写 第二天 坐飞机 想坐商务舱回来 买不到商务舱 买了金银舱两人就回来 这就拿回来了 但是我们给了他 很高很高的荣誉 翻了非常隆重的捐赠仪式 白玉来荣誉奖是金奖 那是韩正是市长 我们把市场都请动了 边上你看边上副市长 杨晓渡是吧 好 立荣生 立荣生是香港的一个房地产商 他是后期敏秋金所的主要的赞助人 主要的赞助人 这个人呢 非常低调 自己没什么收藏 但是呢 他对公益事业 非常热情帮助 香港中文大学文武馆 就是在他的基金会的支持下 办起来的 香港中文大学文武馆 所办的每一项活动 包括展览 包括研讨会 都有他的生意 他去世了以后呢 就留下了一个基金 叫北山堂基金 专门资助 全世界 收藏中国文化的单位 互相之间进行交流 当初是19个博物馆 第一期19个博物馆 当初做了论坛 我到香港去了 中国两家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和公共博物馆 现在越来越多了 他每年 就是你可以申请 你可以申请 你要到哪个博物馆去 然后呢 多少时间 然后呢 做什么题目 他通过评估委员会的评估 我们上海博物馆去了好几次 最长的一个人去了半年 到日本去了半年 到美国去三个月 所有的费用 包括旅费 包括生活费 全部由他成长 由北山堂的成长 他每两年举办一次 汇报会 有一次在我们上海博物馆 有一次在伦敦 有一次在西雅图 我去西雅图没去 那两次我都去了 蛮有意思的 就是参加项目的人来汇报 你做了什么事情 一定要有成果的 我想我们这个事情 我们上海博物馆应该好做 而且不单在北山堂基金会 我们上海博物馆在纽约有基金会 他们非常乐意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要在年轻人的培养上 我们还要 我们领导在 我今天当着那么多观众 说我们要培养人才 是 我们的敏秋图书馆 就是敏秋金社 捐了三十万美金来装修 我们没有钱装修 据说绝大部分钱 是利先生出的 因为有的人成员告诉我 有人怎么好意思捐五千块钱 拿得出手的 里面当然也有人拿得很少 他说三十万是底数 只要别人捐了 所有不够的利用是一个人贴 他说的是最多的 当时我们的敏秋图书馆是 当时是蛮好的 现在也不错 当时我们的椅子还特别好 我们买的是意大利的小牛皮的椅子 现在这些椅子这么藏起来 研究的条件非常好 每个座位都可以有电脑 当时没有无线网络 我们都有电脑的线 我们监管的时候 那人没有WiFi 我们束缚 我们的一个接待室 我们图书馆有一个接待室 蛮好的 现在好像已经弄得没有那么好的 这是我以前拍的 最后讲续展堂件事 很可惜 还没到七十岁 喜欢喝酒 她是长期担任全国政协的常委 她每年来参加两会 她在北京有四个月 据说她去世的前一天喝了四场酒 太喜欢喝酒 然后呢 在北京医院抢救了一个月 没抢救不了 我跟我们的那个文教班主任 赶到北京去参加她的告别仪式 结果 天下大雨 去不了 航班取消 我们就通过北京的朋友 送了最大的花权给她 最大的花篮给她 很可惜 她说话 这个人是非常有那个响意的心肠 她说的话也兑现 她说了捐给我们一百万美金 结果呢 当时她的事业不行了 咬而咬 一个的头皮都给我 她曾经捐给那个英国的VA 那个 那个加拿大多伦多的新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展馆 她都捐了钱 她是非常好施的这么一个实验家 好 谢谢各位 我讲这种故事 希望能够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上 还能有保持这么一种 对公益性的博物馆 乐于帮助的那种社会的气氛 能不能做到 在座的很多是潜在的 潜在的卷证人 谢谢陈秋莱先生 在这个寒意见农的秋夜 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这些都应该是我们铭记的历史 每个人也都是应该我们感恩的朋友 上伯讲坛的第一讲到此为止 但是我们想文物的故事还在延续 文博人的故事也在延续 所以我们期待我们上伯讲坛第二讲再见 感谢各位来宾 感谢各位观众 谢谢大家